您好,欢迎您步入BotoWeb开发课堂 我是丁旭香 在这套课程里,我们将共同学习 用Boto这个Web开发框架进行Web开发 这是一阶预备课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套课程的相关内容 也就是下面我要介绍的BotoWeb开发课程简介 在BotoWeb开发学习之前 我们看一下对BotoWeb开发者的要求 首先要具有基本的Python语法基础 适用于对Web后端开发有兴趣的 希望自主开发小型Web应用系统 有未来从事Web开发职业目标的 如果你需要这些方面的培训 就可以参加本套课程 下面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Boto这个Web开发框架 Boto是一种Web框架 那么什么是Web框架呢 Web框架简单的讲 就是以某编程语言为最小代价实现的Web开发框架 那么作为Web框架 它的一般情况 是功能小而简单 如没有绘画支持 或者是数据库的模型支持 使用微框架的实现功能 使用微框架来实现网站的功能更自由 便于我们定制中 使用微框架可以使你更深入了解系统的构成 及其框架的工作原理 有些功能需要自主开发 或者是使用插件 这就是Web框架的工作特点 作为Boto这个Web框架 它是一个单文件版本 也就是我们只要将Boto.py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就可以直接进行Web开发了 所以它非常简单 其次是Boto这个Web开发框架 它的启动和运行速度非常快 那么作为一种微框架 一般来说它都具有上手快的优点 BotoWeb框架它是无不够依赖的 也就是只要我们安装Python的标准库 那么Boto这个Web框架就可以直接使用 而不需要安装其他的第三方的运行处 其次Boto这个Web框架 它是一个微框架 所以在运行起来更加节约系统支援 方便我们部署和使用 Boto这个Web开发框架 它是适用于宽充的MIT许可证的 那么这种许可证下 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它进行各种商业开发 也是可以的 其次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学习BotoWeb开发框架 也就是本套课程的技能目标 在学习本套课程时 你将掌握用Boto进行Web开发的基本程序框架 为使用URL路由装饰器 实现对HTTP请求的回应 能获取GET或者是POST请求 以及动态URL中的参数 能用绘画 能用HOOKIE或者是签名的HOOKIE 实现客户跟踪 实现静态文件请求响应 和处理URL特务 以及实现文件上传的功能 最后我们可以使用Boto内建的模板引擎 来建立动态网站 那么在开始学习这套 那么在开始学习这套课程之前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如何来进行学习 学习Web开发的基本方法 就是首先要了解计算机网络 首先要了解计算机网络 与Web的相关知识 了解HTTP协议的相关知识 当然如果你对这还没有了解的话 我们将在这套课程当中 会对一些浅显的知识 进行介绍 以其你能够通过这门课程 来掌握HTTP协议的相关知识 以及计算机网络与Web的相关知识 第三 我们要掌握基本的API函数 及其应用 作为一个框架 它总有自己的API函数 我们直接应用这里面的API函数 就可以进行Web编程了 所以它比较简单 第四 我们在学习这套课程的时候 要一边听课 并及时做好笔记 提供课后读习 第五 课后要多做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 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当然呢 你在学习我们这套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提供一个 简单的 小型的Web项目实例 来进行用意实习 当然 你还可以一边学习 我们给你提供的实例 一边实现自己 所需要实现的Web系统 那么这就是本节的作业 那么第一 要着手 购持一个与自己工作 或者是生活 一些相关的 最应用的小型Web系统 第二 对要实现的这个小型Web系统 这功能列出框图 并且呢 以表格的形式 列出主要的 可以访问的阶面 也就是它的URL地址 分别是什么 那么第四 随着学习的进度 我们可以不断添加 相应的功能 并完善它 那么我们如何 对实现的功能 列出框图 以及列出它的 可以访问阶面的URL地址呢 我们这里面呢 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案例 在电子整合中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案例 这里我们以学员管理系统 也就是本套课程的 一个小型的Web项目 那么它有一个主页 它的主页访问地址是 index 或者是直接是网站的根 它的基本功能 单元有用户管理 学员管理和成绩管理 在用户管理中 包括注册阶面 登录页面 在学员管理中 有录入学员的信息的页面 和查询学员信息的管理 那么这里面呢 查询的方式有很多种 一种是根据学员的ID号 来查询学员的状况 另一种呢 是根据学员的姓名 来查询学员的情况 成绩管理这个模块 也包括录入成绩和查询成绩 那么录入成绩呢 还有这几项 就是添加成绩 那么添加成绩呢 通过什么添加呢 通过测试的名称 那么每一个成绩呢 我们都要保存在 一个具有测试名称的 那个表里面 那么查询成绩 包括什么呢 通过用户的这个ID 也就是学号 学员号来查询 用户的这个成绩 也可以通过呢 用户的姓名 来查询学员的成绩 还可以呢 根据这个 给一个界限值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这个分数 要大于多少多少 那么这是一个成绩管理 这个部分 那么整体来看呢 这就是我们要 在这个案例当中 要学习建设的一个 学员管理系统 这个小型的web系统 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生活 或者是学习经历 或者是工作需要 建立自己的小型web系统 那么按照这个 我们这里面给出的这个 案例设计 你也可以提前思考一下 这样呢 我们在后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不断的来实现 这个你自己所要建立的系统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 所有内容 本节课程主要介绍 包图这个web规框架的 我们陪本套课程的 随心对象 包图简介 以及学习本套课程的目标 怎么样学习 还留给大家呢 留了客户的作业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